City Plus音乐人的私房歌单 大家好,我是阿棉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四首歌曲 第一首私房歌单就是 卢广仲的明年Let Go 我是很喜欢卢广仲的声音的 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带给我非常的温暖 然后每次都是会有疗愈我 他的声音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低潮气的时候 所以这首歌是我的正能量的神曲来的 他的歌词就是 今天的你比昨天还要忙吗 今天的你比昨天还要胖吗 没有关系啊 可是你就去展望你的未来 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有一个彩蛋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很喜欢他的最后一句歌词就是 就这样吧先去睡觉 我觉得好可爱哦 为什么前面讲的这么震惊震惊 然后最后一句就讲说 就这样吧先去睡觉 后来我想一想觉得 其实也对啊 就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需要睡觉的 你就算是发生什么事情 有困难任何的困难 哎呀先去睡个觉啦 明天醒来说不定你会找到答案了 就这样吧先去睡觉 第二首的私房歌单就是 安普的最好的时光 你们猜到我要讲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在 Beforn啊最佳年度金曲奖的时候 它已经在我的playlist里面 一直循环的播放到爆炸 原因是因为这首歌 其中有一个歌词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亲爱的你想念我吗 亲爱的你想念自己吗 这句话真的是戳中我的心 因为我真的是偶尔有时候 我会想念以前那个我还没有身为人母的时候的那一个自己 那一段时光是 哎是最好的吗 其实也不以为然 现在的时光是最好的吗 其实也不以为然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时光是 你自己如何去定义那个最好的时光 然后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很多人讲说 哎不要一直看过去啦 后来这首歌我觉得提醒我的一点就是 有时候你偶尔缅怀那个以前的那个美好的时光 其实是对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跟过去的一个和解 还有其实是你自己跟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对话来的 为什么一直单曲循环播放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可以给到我心里面某种程度上的平静 有时候面打过去的一个事情 的一样的众向 就是因为它们的一样的情愿 是在这一方面的对话来的 它们的一样的一样的事 实际上的一样的众向 成长后来是礼物或者只是美业的包装 记忆中的青春梦里扔向 剩下的富桑 亲爱的你项念我吗 好 好,第三首歌呢,那前面两首我已经介绍了两首中文歌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马来语歌 印尼歌,它是来自印度尼西亚一个组合叫No Stress的Semogaya 那这个我一定要把他的歌词念出来 哇,我每次听到这句我觉得 他就是这个首就一直好像一直在跟我讲话,一直在鼓励我 我愿你的今天比昨天更好,再鼓励我 要珍惜今天,珍惜现在,珍惜你的当下 就算是你的过去,昨天有什么困难,没关系 今天会是一个更很美好的一天 每一次我早上开车的时候,就要很早出门的时候 比如像今天刚刚,我过来的时候很早 我也是听这首歌来开始我的每一天 我觉得这首是一首很漂亮的歌来的,所以介绍给你们 好,第四首近期最喜欢的歌就是 Colplay的Human Heart,它的代表其实只是一个love而已 红色的love,其实这首歌就是在讲述的就是 男生跟女生对于情感的那个表达方式 就是我觉得讲的也蛮对的 男生呢,他们通常不会哭,没有那么容易哭 然后也不太会跟身边的朋友表露他自己现在状况是怎样 可是女生就,哇,比较容易侧罗啦 比较容易真情流露一点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合音真的是太棒太棒了 如果没有听过这首歌的人,我大力推荐 因为他整首歌呢,都是很贴的合音 他是跟那个音乐鬼才Jacob Collier合作的 他的合音真的很棒,我一听合音我就起鸡皮疙瘩 而且歌词写得非常好 所以我也是大力推荐大家去听这首歌 我一听合音乐 不离开你心灵魂